一个清幼的墨床 墨床 就是那个墨条 练完以后放在上面 山水 亭台楼阁 清幼这个灯光 变得这个颜色 清幼 是中晚期 很有名的这个作家 叫做陈国志 陈国志 他的作品呢 应该都进到那个 皇家 还有那个侯爵的家里面 那个日常用品 就是 尤其是 书房上 书案上的一些 磁器用品 都有它的痕迹 这个墨床呢 长 11公分 宽呢 5公分 5.5公分 高度 高度是2公分 这地方有点 优劣了 山 树 平台楼阁 胖子 真菠子 扇国志 嗯 编 哔吔